卖废纸也能赚到百亿身家 这可不是玩笑话 这位来自广东的女富豪 就靠着卖废纸起家 如今已是深圳的女富豪 她就是九龙纸业的创始人张音 截止到2021年末 胡润百富榜显示张音拥有的财富 超过了270亿元 登顶中国女首富之位 那么张音是怎么靠着卖废纸 闲鱼翻身的 她又有哪些创业故事呢 本期创始人观察 就来带大家了解张音的创业生涯 1957年张音出生在广东韶关 她的出身算是比较惨的了 家里穷不说 还有六个弟弟妹妹 更要命的是 在张音六岁的时候 她的父亲还被陷害入狱 于是她只能辍绝打工 尽可能为家里分担压力 不过张音原本注定贫困的命运 在1977年的时候改变了 那一年国家恢复了高考 张音看到了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 但问题来了 她从小就辍学打工 文化水平实在够强 不过张音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报了名 她白天还要工作养家 晚上就苦读应对考试 不过好在张音赶上了好事后 高考刚刚恢复的那几年 几乎没什么竞争 文化水平不高的她 还是考上了大学 并得以学习财快专业 毕业后的张音来到了深圳当会计 算是靠着学习摆脱了贫困的命运 1982年张音因工作原因得以去一次香港 在此期间她发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在内地还很昂贵的工业用职 居然在香港被随意浪费 成为了废职 张音在打工的时候接触过造纸行业 她知道这些废职都是优质的造纸原料 在内地的价格买得不低 于是一个发财的机会摆到了她的面前 但此时不过是个小职员的张音 该怎么去抓住这个机会呢 别人都说没本事才去捡破烂 张音却靠着卖费纸发了财 她是怎么做到的 张音认为这个机会不容错过 她辞去了会计的工作 然后四处找人借钱 总算凑够了三万元的启动资金 在张音的设想中 她只需要在香港买下这些费纸 回到内地后转手一卖 大功就能告成 但等她真正来到香港以后 才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是改革初期 香港对于大陆来的商人 还是有些偏见的 只身一人的张音更是各处受欺负 首先就是她在买费纸的时候 就受到了当地黑帮的阻挠 非要她交些保护费 才肯让她将费纸带走 好汉不吃眼前亏 张音只能先喂饱了这些恶犬 才能将费纸带回内地 尽管如此 这一趟香港之旅 还是让张音赚了十几万元 有了底气的张音 就打算在香港长期发展 她开始在香港建厂 专门处理费纸 但就在这个时候 那些难缠的小混混又找上来了 他们要求张音长期交保护费 并且数量一次比一次无礼 不给钱就打砸厂房 所谓是可忍熟不可忍 张音也是个狠人 她直接联合起来了其他的废纸回收商 一起赶走了这些长期霸占废纸资源的流氓 张音的事业就此走上正轨 在1988年时已经有了百万身家 套着剪破烂 成为了小有名气的女富商 到了1990年的时候 张音的产业已经越做越大 香港的废纸资源已经濒临饱和 她必须在其他地方找到市场 于是她来到了美国 发现这里和香港一样 也有大量廉价且质量不错的废纸 张音在美国的开拓相当顺利 因为此时她已经有了不少的家底 而且老美也对这些废纸毫不心疼 甚至还感谢张音能帮他们处理这些垃圾 因此张音在美国轻松搞到了大量废纸 赚得盆满钵满 到了1996年时 张音的身家已经过亿了 但这时候她又面临了一个问题 就是国内的经济正在迅速发展 废纸也没以前那么值钱了 光靠着卖废纸肯定没法继续赚钱 那么她该怎么找到新的突破口 让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呢 从收废纸到造纸 张音以一己之力打造一整套制品产业链 如今身家已超百亿 成为国内第一女首富 90年代末时 张音打算不再单纯地回收废纸 而是自己造纸 她回到了国内 投资建了几个造纸的工厂 此时的张音已经在废纸行业 干了十多年了 参观学习过无数欧美先进的造纸产业 自己也成了纸制品行业的专家 因此张音一回到内地 就轻松建立了七个技术先进的造纸厂 所生产的工业用卡纸 瓦棱纸等产品 比国内同行的普遍要好 发展得相当顺利 并且此时张音收废纸的行当 也没落下 他在美国和香港的废纸回收厂 能给他源源不断地提供廉价且优质的原材料 就这样 张音靠着废纸 成为了国内的职业巨头 不过在此期间 张音也不是没遇到过挫折 比如08年的金融危机 就给了张音和他的九龙职业 一次不小的打击 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波及了几乎所有行业 张音的造纸厂也难免受影响 只不过经济危机给张音造成的损失 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了 按理讲 经济危机对质制品的影响并不是致命性的 毕竟这玩意属于刚需产品 需求是不可能被填满的 但当时国内对经济危机传得越来越邪乎 张音也被吓到了 于是他开始想办法压缩成本 其中就有他创业生涯中最臭的一步棋 那就是压低工人工资 08年时 张音的九龙职业对基层回收工人的工资 只有少得可怜的1400元 这让九龙职业顿时被指责为血汗工厂 引来一片骂声 好在张音也及时恢复了理智 很快就给工人们涨了工资 这次风波给九龙职业的名誉 造成了不太好的短期影响 但也给张音上了宝贵的一刻 那就是商人绝不能唯利是图 从此之后 张音就在员工的薪资待遇上提高了不少 并且还积极参与工艺事业 在2009年后 九龙职业几乎每年都会为公共项目捐款 在2009年广东扶贫的时候 张音就捐了1000多万 并且这个数字每年都变得越来越大 在新冠肺炎肆虐的时候 他更是直接捐了3000万元给湖北省防疫部门 此时的张音和九龙职业也从当初被指责的血汗工厂 变成了负责任的良心企业 时至今日 九龙职业的财富已经超过了270亿元人民币 遍布中国 美国 越南等国家 而张音也从当初的小职员成为了中国第一女商人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内容的动力